国际焦点我们要先来看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美国外交家呢 季辛吉 他在美国时间11月29号 在康乃迪克州的家中逝世 享松瘦100岁 季辛吉在美中和台关系中 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当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 转而是向北京建交 关键人物就是季辛吉 那么以下呢 是CNN的报道 Kissinger The most famous statesman of the la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elebrated and Controversial I'm not going to make any comments As Richard Nixon'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The diplomat wielded enormous power and influence So trusted that it was Kissinger who went to China on a secret mission to explore a historic opening of U.S. relations with communist China 季辛吉在今年的7月 还曾经访问了北京 获得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 习近平称呼他是中国的老朋友 那么季辛吉他是德国出生的犹太裔 在1970年代为美国总统尼克森效力 并且致力发展美国与大陆的关系 并且呢 是帮助中美关系 正常化的地缘战略推手 由美国的外交教父之称 他在1971年的时候 秘密访问了大陆 在与大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当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也为了1972年的尼克森仿中铺路 他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尼克森 以及福特任内 担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 从中美关系策划越战收尾 以及美国与苏联的关系 发挥的影响力毋庸置疑 另外我们来看到大陆的部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28号 29号是在上海考察调研 罕见的视察了上海期货交易所 宣示恢复大陆经济成长的意味浓厚 这也是2021年之后 2022年上海封城数月之后 习近平首访上海 28号到29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调研 他先后考察了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 缅航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了解上海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 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等情况 根据报道 大陆多家银行最近密集与房企座谈 被视为是为明年初 拟定融资白名单预作准备 大陆官方传出正在起草 50家房地产企业的白名单 名单将会提供银行等等金融机构参考 尽管未提出硬性的要求 但是相关房企有望获得信贷 债权以及股权融资等等多方面的支持 美国纽约时报举办的交易录峰会 今天是播放了蔡英文总统的预录访问 蔡英文表示中国大陆正面临内部难题 所以她认为目前不太可能入侵台湾 我得到解决于一点 我认为大家应该在想яти上 是调整张的优优独的 中际避自前楼的 和意图上 父亲赐 以为您能看出 计划 准备 从中国 与台湾 自设行 I understand where you are coming from for that question Indeed, Taiwan is facing mountain military intimidation Grey zone campaigns, cyberattacks and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Now, in the face of such threats, the people of Taiwan remain calm And some commentators even suggest that we may be, quote, too calm But the fact is, the people of Taiwan remain clear-eyed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we continue to make our utmost efforts to strengthen our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societal resilience You know, President Xi did reiterate his intention to unify with Taiwan But he said he wanted to do it peacefully How do you believe that this would happen? Well, I think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t this juncture It's overwhelmed by its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my thought is that perhaps this is not a time for them to consider a major invasion of Taiwan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阿姨 佳 K あ 呆